第二题问的是摩根对遗传学的贡献 你们看A跟B 基因位于染色体上面 一条基因上有多个基因 这个理论叫染色体遗传学说 是谁提出来的呢 是撒吞跟巴弗莱 撒吞巴弗莱提出染色体遗传学说 但是没有证明 他只是拿前人的资料 归纳出这样子的结论 那所以他的动词用错了 不能用指出 摩根透过果因实验 证明了染色体遗传学说 必须用验证或证明 撒吞巴弗莱 我们的课本好像翻译成 撒登跟巴弗莱 对不对 这是音译嘛 所以撒吞又翻译成撒登 巴弗莱又翻译成巴弗莱 就是同样一体的 所以AB不对 这是染色体遗传学说 是撒吞巴弗莱提的 好C选项呢 就是我发现了两个基因 如果是连锁 他就没有办法自由分离 也没有办法自由组合 那这是连锁的现象 摩根的时间 有发现这个现象 所以这里答案是有C的 然后诸选项 信念遗传就是摩根发现的 在果音上发现 然后他也验证了 信念遗传的 信念遗传的染色体遗传学说 是成真的 所以这一答案是C逐一 不过这一题答案的 C选项其实有点争议 因为他用的动词是指出 而不是证明 事实上两个基因发生的连锁 不是属于 一个染色以上有多个基因 这句描述吗 所以到底这个 C选项这句话 是不是属于 染色体遗传学说 如果是摩根没有提出来 摩根是证明它 所以这一题C选项有点小争议 不过至少注意是对的 因为他发现的信念遗传的证明 染色体遗传学说为真 以上是多选第七题